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涛歌坎电影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韩国最著名的影片《杀人回忆》 那宋康浩扮演的男主角在影片最后时的那一个段落 《杀人回忆》被誉为是韩国最著名的影片 那在中国大陆影响也蛮大了 那它的最特别的地方 它揭示出在韩国历史中最著名的一个案件 而背景是1986年左右 韩国从独裁的体制转向民主社会 在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个韩国 据说韩国动用了上百万警力人次 也没有找到这个凶手 而影片最高超的就在于它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事件结束了十几年之后 那宋康浩扮演的警官已经成为了成功的生意人 再来到了当年第一个女孩被虐杀的水沟的时候 另外一个女孩跟她说 前两天有一个男人来了 她说她记得住这个地方 来看同样的地方 那让宋康浩扮演的男主角非常震惊 也就是说杀人者与当年的警察 对那一段历史都有着深刻的记忆 杀人者在后来并没有继续杀人 那反映出一个实弹 直接摧毁一批人 这一批人又间接地伤害着 比他们更加柔弱的人 在涛哥砍电影当中的经典电影中 我跟大家分享了我个人的看法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很建议大家看一个韩国电影 杀人回忆 这个电影我相信大陆的朋友 海外的中国人 很多人都听说过 很多人也都看过 这被誉为是韩国最著名的影片 但它反映的时代 是1986年前后 韩国从独裁的残暴的统治当中 走向民主社会过程中的过程 这么一段故事 那影片里面具体的故事内容 我觉得很多人包括他的电影手法 这都不用讲了 但他关键的在我看来 里面非常准确地展现了 在一个独裁的体制 走向民主的社会过程中 具体的人 具体的家庭 具体在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 他的理念 他的生命行为 生命行为的转变 体现了整个残暴的体制之下 灭绝人性的概念 当影片最后结束的时候 十几年之后 2003年 那个凶手竟然也来到了原来作案的场 场面 那个环境 影片是这么讲的 问题就处在这里 那个凶手 随着韩国社会的转型 从残暴的独裁的体制 走向了人性的民主的社会 那个凶手也不再杀人了 那个凶手也不再杀人了 这是一个关键的暗语 独裁的体制扼杀了所有的人 很多悲剧 个人的悲剧 是这个制主造成的 是这个环境造成 现在中国社会 就是杀人回忆当中 我们看到的 那个真实的场面 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在那个电影中 找到自己的身影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看 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但对今天的中国 却有着现实的借鉴和意义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中共上层的博弈 那动向杂志最新的一篇报道 提到 王岐山反腐 所遭受到的阻力 文章题目这么说 江派常委 曾经堵了王岐山的家门 阻碍反腐 他引用的实际是香港的 《曾明》杂志 《曾明》杂志第十一期说 在五中全会前夕 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常委会上 曾经直接拿出了政治问责 他公开了上任三年来 中共内部高层 对他的施压和关照 2013年10月 三中全会之前 曾庆红 李长春 刘琦 回良玉等人 上王岐山家做说客 唯恐反腐继续燃烧到自己身上 随后 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常委会上 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 表达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然后他也提到说 来自江泽民 曾庆红 李长春 吴冠正 贾庆林等人 和江泽民 透过曾庆红 李长春 留其带信 表达了阻止阻碍 王岐山反腐的意见 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就不用什么太多的解释了 三中全会之前 那作为江派的人知道 习近平 王岐山要有动作 在三中全会 但是呢 那个时候他们还拥有实力 对不对 所以他们敢跟王岐山说话 但那个时候跟王岐山说的话 成为今天习近平 王岐山 打他们的最主要的借口 我跟大家描绘过一个故事 今天遭的麻烦 都是你昨天干事干的 带来的报应 那王岐山这个时候 把这样的消息全都拿出来 啥意思 从王岐山习近平上台那天 就与整个江家帮的势力 就与二十多年 被江泽民培养起来的 中共整个的党中央 势不两立 大家能否接受这种说法 他一定是势不两立的 找他的人 李长春 曾庆红 刘琦 回良玉 贾庆林 吴关正 这些人合起来 在过去的十年 那两百多名中央委员 你说有多少人 跟这几个人没关系 哥们没关系 他上得来吗 道理我就说明白了吧 有关系 他就脱不开关系 脱不开干系 脱不开干系 三中全会建立起来的机构 四中全会建立起来的说法 一法治国 一线治国 那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 被他打击的一定是党的系统 党的整体系统 因为党的整体系统 是要吃死他们俩 还有一个 栗战书 有一次节目当中我提到了 栗战书跟习近平 是在两个农村的地方 任县委书记 哥俩是邻居 那在当时的情况来讲 俩人的官位是一样的 习近平后来升官了 对不对 到福建 到浙江 而福建也好 浙江也好 有他很多的人脉 但是那些人 都不能成为 栗战书式的人物 所以我才说 今天真正在政治局当中 可能那个戈萨是绑在一起的 A lost culture has returned Be amazed Be inspired Discover hope Experience a divine culture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 披露出喜马会决定的内幕 那听起来可能跟我 一开始跟大家判断有差距啊 喜马会内幕 江派常委试图阻扰 胡锦涛全力支持 消息来自于动向杂志 11月号 说喜马会前 政治局常委 曾经开过多次会议 从8月初到10月7号 常委会开了四次 讨论过三次 有关喜马会的问题 他说从召开的 七次中央高层会议看 内部的阻力相当大 在10月7号 政治局开会讨论 才决定喜马会 而江派的常委 张德江 刘云山 在通过喜马会专题后 还做了个人声明 叫个人池保留意见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大概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提到说 11月1号晚上 中办和国办启动召开 由栗战书主持的 内部通报会议 那来安排新加坡的会晤 那到了11月1号 我们可以看到 这才对外公布 对吧 11月3号 总统府已经说出来了 那 而对内 也就变成了 政治局以外的人 都被封杀了 而讨论这件事情 他说 是从8月份 那我个人提出的质疑 就是为什么 在8月份 在北戴河会议的时候 就讨论了 却没有任何声音出来 没有任何声音出来 这是非常蹊跷的 这是不合常理的 我说不合常理的意思 他已经在政治局的层面 讨论这件事情 讨论几次 但所有的媒体 没有任何声音 这个 我想提出质疑 保留的质疑在这里 这是跟我们过去看到的 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样 而透过 总统府的角度 我们看到说 他应该是在10月初 也就是中秋节之后 习近平这方 才主动向对方提出要求 而这过程中 经历了9月3号 大阅兵 经历了9月13号到15号 那300多个儿子孙子被抓 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这其中 有着股灾的 整个救灾的过程 和遭到那中信证券 把习近平王岐山 里想给玩了的故事 都在其中 我说提出的质疑 中信证券 那些玩票的人 楼楼们 那个时候 还敢玩王岐山 习近平 那也就是在他们的解读当中 他们根本不把这些人 加在眼里的 不把习近平 加在眼里的 也就是他的背后的靠山 在他们的解读当中 足以把今天主政的人吃掉 而这段时间 已经在讨论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反而出不来声音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 我个人认为 这里面是有故事的 所以我坚持认为 这件事情的 本身是习近平 极端 独裁 独断的做法 完全否定了 中共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 在否定 中国共产党的系统中 这是一个 非常具体 直接 兑现成功的过程 没有那么简单的 谁保留意见 和不保留意见 这当然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所以 我自己质疑 质疑到这一点 提出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 没有透露出 任何声音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